都很期待可以唱新專輯裡面的歌 給大家聽 預告將在台北小巨蛋帶來組曲表演 三金得主盧廣仲相隔四年多 唱進音樂節 上一次音樂節已經至少三年前了 所以因為音樂節好玩的地方就是 就是有很多組音樂的人 然後你可能 其實我每次去參加音樂節的表演 其實我都比較常在台下 就是看起來很表演 就是疫情期間大家都悶壞了 所以這麼好玩的音樂節一定是要 除了聽音樂之外 還有這些四集 對 都是可以去玩一下 每次去參加都會抱著一種比賽 還是去唱給 以前不曾聽過你音樂的人 這是一種挑戰 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所以我自己 從現在就開始 每天練吉他到五月 結合演唱會文創集美食世集的音樂節 5月21 22號號召歌迷 楚來面對 包括盧廣仲 韋里安 雙金曲歌后 楊乃文 韋如萱 金曲樂團 滅火器 共二十組歌手接力公膽 我們剛好歌蠻多的啦 就是都可以挑到不重複的 應該不困難啦 但是就是為了那個地方 而去設計一套完整的節目 讓大家沉浸在那樣的氛圍當中 每組將唱好唱滿三四十分鐘 迫不及待要參加音樂節 春浪今年儀師台中 也有超強的卡司 畢戀在台中深美 音樂大好意 不見不散 同樣結合音樂及市集 異國風情及原民風的美食 統統都有 春浪音樂節3月5號6號啟動 歌手陣容由831 告舞人 迷先生 美秀集團等二十組 聽音樂同時滿足味蕾 感官饗宴 準備讓歌迷嗨班 TVBS新聞團觀紅一天一台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